一好球一坏球 是不是 坏球在哪裡 好 宏記董事長說話了 你看喔 他講了一大堆對不對 記者直接講怎麼樣 最早時刻還沒來 對不對 看到這句就嚇壞了 執行長說 憑PC明年景氣 最後還沒來 他講怎麼了 我把這邊結了兩個圖出來 好長一段對不對 筆電寒冬啊 等等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地方 來 看重點 他說 過去呢 過去兩年 宏記 華碩這些 要出筆電對不對 因為 遠距嘛 大家在商商班嘛 都要買筆電嘛 這都是疫情紅利嘛 缺貨嘛 對不對 好 結果呢 缺零組件 缺面板 對 什麼都缺 缺驅動IC 對不對 所以 拜託這些零組件商 趕快給我貨 給我貨 我的這個筆電出不了 筆電出不了貨 對不對 我們昨天才跟你講說 一台藍寶尖尼 對不對 一台馬斯拉阿蒂 一台保時捷 缺一顆IC 哪怕就只是一顆收音機IC 你的千萬超跑都賣不出去 沒錯 都賣不出去 那更不用講筆電了 對不對 結果他說怎麼樣 現在反過來了 怎麼樣反過來 去年他要拜託人家 提供他零組件 提供IC給他 我記得洪基為了要 保有這個驅動IC 還貴貴的去買了敦泰的股價 有沒有 觸動驅動IC 他去買了敦泰的股價嘛 我記得還買了一百多塊 因為之前一波從30幾塊漲到一點 對 一百多塊去買敦泰 那為什麼要去買敦泰 因為他要驅動IC 好嗎 觸控驅動IC 好 現在怎麼樣 他這邊寫 過去兩年 比電訂單多到來不及出貨 為了催貨討料 對不對 廣達董事長林百里 還親自打電話向怎麼樣 供應鏈老闆拜託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洪基的這個陳俊勝 不僅當著林百里的面 公開討貨還怎麼樣 家人還跑去高爾夫球場找上游業者 辛苦 追料 辛苦 連大老闆 我跟你講 連大老闆都這樣 都必須要身段放軟了 對 你看 好為了要這些貨 這個 沒辦法 我們講情勢就是如此 對不對 真的 人在屋簷下 也不得不低頭 這時候缺料 真的 有沒有 怎麼樣 然後最大受益的是誰 面板刷股 面板不是缺料缺到 所以去年漲到30幾塊40塊 好 營收也衝出7年來新高 你看彭董說 20年來最風光的時候 打高不求人家都拜託拜託 對不對 多給我幾個 現在 反過來對不對 庫存海嘯 人人自為 然後怎麼樣 以前缺料電話也找不到人 現在庫存一大堆 反過來人家拜託說 你們要不要提早拉貨 對不對 面板要不要提早要 去動要不要先叫一點 對不對 好 所以說天無三日情地無三禮坪 真的是 好日子不見得是天天有 不可能天天過大年 ok 那現在我說現在怎麼樣 我說現在的這個整個行業 整個景氣 越來越極端 對 股價也會暴漲暴跌 因為大家做什麼事 樂觀又非常樂觀 保守又非常保守 各位你要記住 為什麼現在會天下大亂 我現在要講到重點了 為什麼現在會天下大亂 因為現在大家都吃重鹹 吃重鹹 懂 我真的 因為現在這個世代的人性 越來越沒有耐性了 對 做事越來越急躁了 所以你看到股價跌 他要拼命給你去殺跌 追怎麼樣 毫不理性的 再高都敢追 再高都敢追 連廠商看景氣也是怎麼樣 保守就非常保守 看好就一片樂觀 極丹就一直追 所以這個是全天下 現在的3C文化造成的 為什麼 以前沒有3C的時候 你不用滑手機 就可以看到新聞的時候 很多的資訊 現在整個手機資訊爆炸 對 所以假新聞一堆 假消息一堆 然後那些為了要成名的網紅 對不對 為了要成名的這個財經節目 為了要趕快駁江湖地位的財經記者 就要用怎麼樣 很辛辣的文字 很辛辣的文字 來洗你的目光 對不對 我看喔 我是不是之前跟你講 眾人皆罪 我獨行 我說你要保持理性 可是面對現在這樣的一個世界 對不對 助長助敵的世界 你更要冷靜 對 你更要怎麼樣 穩住自己的手腳 懂嗎 穩住自己的節奏 你才能夠怎麼樣 進出自如啦 懂 好不好